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茶水间三问 我是每周问都问系的吴婉君 这次我们要问早安图与独居老人 喝假酒巴士充电设备 茶水间三问每周三个问题畅聊天下是 独居老人家中过世早安图成关键 早上一睁开眼拿起手机就收到了一大堆来自父母啊 亲戚啊朋友的早安图 有的祝你平安健康 有的祝你事事顺心 通常还包含了充满正能量的语录 我们可不要嫌弃这些早安图 因为这些问候图片不只是代表了长辈对家人 还有朋友的关心和思念 也可能是他们在和你报平安 最近在新加坡淡宾尼呢 就有一位62岁的安哥在家中过世 这位安哥他自己住 平时每天都会给儿子发一张早安图报平安 有一天这个儿子就突然发现 哎老爸怎么三天都没有发这个早安图了呢 觉得不对劲 正想要去探望他的时候就接到了警察来电说 老爸过世了 最近这几年新加坡发生不少独居老人去世 却没有人知道 有的更是成为了腐尸发臭之后才被邻居发现 这些老人当中有些是有孩子的 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自己一个人住 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 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很难及时得到帮助 是挺心酸的 如今科技那么发达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吗 其实是有的 你去看一看市面上是有不少可以帮助独居老人的科技方案 如果你的家里是有独居长辈的话 不妨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他们的方案 打个比方 新加坡红十字会提供居家监测辅助服务 在长辈的家里安装感应器 感应器但是探测到不寻常的情况 好像说老人家他明明在家里 不过就有超过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动静 那么红十字会的呼叫中心 就会接到通知 工作人员就会打电话给老人家了解情况 如果有需要红十字会 也会派出义工上门支援 或者是安排救护车送老人看医生 如果老人家有紧急情况 也可以拨打红十字会的热线 又或者是按紧急按钮求助 这样就能够避免独居老人在家里跌倒 病倒却没有人知道的情况 一些业者也提供紧急呼救按钮 当年长者按下按钮就可以录制10秒的音频 连线到24小时呼叫中心 中心人员就会根据年长者的状况 决定要不要叫救护车 提前注册的亲属也会收到通知 其实政府早些时候也在一些 一房市还有两房市的租赁组单位 安装个人紧急呼救按钮 独居老人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 同样可以按下这个按钮来求助 当然独居老人也可以在家里安装闭露电视 又或者是使用智能手表的SOS紧急联络功能 当这个智能手表检测到用户摔倒 又或者是遇到严重车祸的时候 就会自动呼叫当地的紧急服务 向他们提供老人家的位置 并且通知他的紧急联系人 根据2023年的统计 新加坡有约76000名65岁级以上的独居者 而这个数字到了2030年 预计就会增加到约12万2000人 为了避免更多人孤独终老 除了刚刚提醒的一些科技方案 其实我觉得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关心家里的长辈 还有身边的独居老人 好像观察长辈有没有发送早安图 时不时去探望他们 我们其实也可以养成和住在隔壁的独居老人 打个招呼的习惯 除了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也能够更及时地发现他们的异常状况 今天要聊的第二个问题是 喝假酒到底有多危险 老挝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吓人的事 六名外国游客喝了餐 有假醇的假酒之后中毒去世 死者包括两名只有19岁的澳大利亚女生 根据了解这两个是好朋友 接班到万荣旅游 入住当地一家名为娜娜的背包客栈 11月12号的晚上喝了客栈免费提供的酒 结果第二天觉得不舒服 送人之后就不幸身亡 当时负责治疗的一名医生就说 女生她们到医院的时候其实还是清醒的 不过就在短短30分钟之后突然陷入昏迷 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另外四名死者分别是来自英国 丹麦还有美国 她们大部分都是住在娜娜背包客栈 也都喝了客栈提供的酒 另外有十多人喝了假酒之后送进医院 有的昏迷有的失明 还有一些虽然是抢救过来了 不过未来恐怕要终身洗肾 老欧政府11月23号发表声明 对发生在万荣的事表示悲痛 并且承诺会把事情调查清楚 将造势者绳之以法 造势者是谁还不能够下定论 不过很多人都是在喝了娜娜客栈的酒之后才出问题 你说这间客栈是不是很可疑呢 虽然这个客栈老板坚持自己肯定没有做错任何事 不过警方很快就在客栈提供的酒里面发现了假唇 并且逮捕了老板还有员工 为什么发现假唇就要抓老板呢 这个假唇究竟又是什么 杀伤力怎么会那么大呢 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大家平时喝的酒里面呢 是会添加一种叫做乙醇的酒精 假唇它也是一种酒精 不过一般是会加到工业还有日常用品当中 好像油漆啊化妆品还有杀虫剂等等 那如果你还是乙醇甲醇傻傻分不清楚 那你只需要记得 假酒里面有假唇会死人的就行了 假唇比乙醇便宜 而且闻起来跟乙醇是一样的 有些黑心商家为了省钱 就会把假唇添加到酒类饮料当中 我跟你说假唇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 只要喝下25到90毫升的假唇 就可能会出现失明 器官衰竭 甚至是死亡的情况 25毫升有多少呢 差不多是两汤匙的量 那么一点点就可能闹出人命 是不是很恐怖呢 而且大家不要说 只有老挝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吗 不是的 根据吴国界医生 每年有几千人死于假唇中毒 而且死亡人数最高的是印尼 尤其是深受新加坡人喜爱的巴黎岛 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 也曾经在2018年发生过 大规模假唇中毒事件 当时有45个人死亡 有些人可能就会问 请问这个主持人 如果我怀疑自己喝了假酒之后 应该怎么办呢 研究就显示了 只要在喝下假唇的10到30个小时之内 接受治疗 那么康复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大家如果怀疑自己中了假唇的毒 一定要马上去医院 用透析仪器去除体内的假唇 另外也可以用假笔做 不过这种解毒剂比较贵 而且不一定每一间医院都有 有的医生也建议 如果喝到假酒 可以赶快喝下比较烈的真酒 听起来怪怪的对吗 再喝烈酒 没错 这是因为人体的肝脏会优先代谢掉真酒里面的乙醇 为身体争取更多的时间把假唇排出体外 当然喝了真酒之后 还是要尽快送医 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康复 现在到了年底 相信很多人都有计划出国旅行 大家出国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避免喝到假酒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贪小便宜 大家都知道便宜没有好货 如果看到酒水的价格便宜到难以置信 多半是要吃亏的 千万不要买 如果真的想要喝酒 那就应该避开路边摊或者是小店 尽量选择有正规执照的超市 专卖店又或者是酒吧 就算是到了这些正规的地方 也还是要留意 如果发现酒的包装啊 颜色气味有一点不对劲 最好还是不要碰这个酒 还是要小心为妙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巴士充电设备安全吗 经常搭长途巴士的朋友应该都注意到 很多的巴士会在座位旁边安装充电设备 让大家可以边搭车 然后又边为手机充电 不过这个充电设备最近就闹出了人命啊 一名18岁的马来青年搭长途巴士 从槟城前往吉隆坡的时候 使用巴士上的三孔插座为手机充电 突然大喊一声口吐白沫 之后就不省人事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青年已经身亡 他的左手手指有烧伤的痕迹 手机的充电线也已经融化 哇 只是为手机充个电 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根据解剖报告 青年的身上没有其他的伤势 死因是触电 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事故发生之后 马来西亚交通部立刻下令 暂停使用所有巴士的充电设备 还成立了小组调查这件事情 马国交通部长陆兆福之后召开 记者会说 巴士业者之前找人为巴士安装电线 不过找来的人不仅没有专业执照 还把电线装反了 当时也发现这辆巴士的其他电力设备 也不符合安全标准 除了出事的巴士之外 调查人员也在同一家业者的其他巴士 发现了类似安全问题 幸好是发现得早 不然可能还会闹出更多人命 马来西亚目前没有规定 巴士上的插座是必须要通过安全检测 陆兆福说政府会制定安全标准 把巴士插座纳入检测的项目 确保这些充电设备都达标 至于飞机还有火车上的充电设备 陆兆福就说民众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这些交通工具的插座 本来就需要遵循严格的标准 不会对乘客的安全构成威胁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也会想到 那我们在新加坡这里的巴士呢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安全问题 新加坡目前有870多辆公共巴士 提供USB插口 方便乘客为手机充电 我平时搭巴士也用过 还蛮方便的 不过现在想想 还真的有点可怕 还好陆路交通管理局出来解释了 说这些USB插口使用的电压 只有5伏特 比三孔插口使用的230伏特低很多 所以触电的可能性并不大 路交局也规定公交巴士业者 每个月需要检查车队 确保巴士都符合安全标准 大家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呢 不过即使风险再小 也不代表没有风险 大家在巴士上充电之前需要注意 如果充电设备有松脱又或者是损坏的情况 最好还是不要用 大家也要确保自己的充电线 没有磨损又或者是损坏的情况 也要尽量使用原厂配件 不要用劣质产品 充电过程当中也要注意 设备有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啊 如果是有的话 就要马上停止充电 业者也要尽到责任 就算巴士的电子设备达标 也还是要定期维护还有检查 毕竟任何设备用久了之后 都容易出问题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 出门前先充好电 或者是自己带一个充电宝 减少使用巴士上的充电设备 发生这种触电身亡的事情之后 大家以后还敢不敢用巴士上的充电设备呢 欢迎留言分享 谢谢收听茶水间三问 我是问东问西的吴婉君 本期节目撰稿李思敏 播客编导李怡倩王文艺 今天的播客在新包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 茶水间三问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